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有多小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想剪个头发都得出国 早上起来锻炼身体 围着整个国家跑一圈 用不了五分钟 整个国家小到连街道都没有 可老美见了它都得礼让三番 甚至能影响全球13亿人口 它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天主教教堂的 世界最小国梵蒂冈 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样大 整个国家常住800多人 只有国内普通小区的规模 全国没有一个餐厅 要想吃外卖必须跨国才能送过来 这里也没有酒店 要想走个亲戚穿个门 那只能安排在隔壁的国家意大利 要是感冒发烧或者丢了东西 也只能去意大利 这些穿得很像马戏团的帅哥 就是梵蒂冈的保安 一个月能挣五六万 但保安只能从瑞士借过来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里没有铁路学校 也没有医院 更不可能种地 就连唯一的机场也只有教皇才能使用 虽然资源匮乏 但梵蒂冈的财力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普通人年均收入更是超过五六十万 那这么多钱怎么来的呢 圣彼的大教堂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可以说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宗教信仰都在这里 每个星期至少有几十万的颗流量 信徒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捐赠 很多信徒甚至不来 但是钱会自动从世界各个角落飞过来 梵蒂冈在房地产金融银行等领域都有投资 光黄金外汇储备就超过一百亿美元 在意大利的地产至少也有四十六万公顷 其面积是中国香港的四倍还多 然而梵蒂冈是世界上少有的中立国 也没有军队 因为他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世界和平